你今天看到他突然跟陳時中來有殺眼嗎? 我 破爛的啊!破爛的啊! 你又回去中間啦! 回去中間啦! 回去回去回去中間啦! 在防疫的過程裡面 即便說過去在防疫中 可能中央和地方經常可能有一些不同調 或者是說在措施上面 沒有辦法完全即時的去做一個整合 可是昨天我們看到 包含像是我們的陳時中部長 和我們的柯文哲市長 他們中央跟地方都在華南市場一起齊聚一堂 為的就是要能夠解決我們華南市場現在 遇到的這個疫情嚴峻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主角就會是放在華南市場的 一千多位的攤商 如何來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那這個時候當然應該是要放下 彼此過去之間 可能在媒體上面的一些 我們講說一些爭論 或者是說有一些政治上的攻擊 這一些應該都要放下來 因為攤商們最希望看到的 是中央和地方攜手合作 各自在各自的 包含像是中央的公共衛生 還有防疫的經驗上 還有地方政府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在處理在地的一些問題 我想攤商希望看到的是 中央跟地方能夠齊聚一堂 攜手合作 來幫他們解決這個目前嚴重的問題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問題呢 其實包含陳時中部長他能夠了解 包含柯文哲市長了解 那甚至像是我們平常在立法院 面對立委質詢的時候 都很針鋒相對的陳其中主委 看起來昨天也是放下了這些態度很虛心的 在跟大家討論如何來進行 這一些防疫相關的圍堵措施 但是圍堵只有我們的這個 萬華在地的立委 可能他對於這個 我們平常在立法院就有看到 其實他監督在野黨的力道 其實是比監督執政黨的力道要來得多 那包含說先前可能在 一些我們立法院的投票啦 或者是發言上面 那可能真的讓我們的 環南市場的民眾 這些攤商 覺得感覺到好像選前跟選後是兩樣情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 那當然民眾可能會有一些抱怨的聲音 這也是很理所當然的情形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現在包含像是林盛東會長 昨天不管是發言或他會後的這個聲明稿 其實我們都會感受到 其實攤商 我們說真的就是他們的生計 是他們很重要 現在非常辛苦的一段 那同時呢 簽錢可能要採取 包含像是快篩 或者是造冊 其實我們可以從會長的發言理解到 其實在市場裡面要對他們去做這些 我們講說就是造冊或快篩的措施 其實相對來講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包含說怎麼樣能夠說服攤商 因為畢竟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快篩 一旦篩出有陽性的情形 他們可能他們的生計就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在這情況下 我相信會長跟環南市場的自治會 確實在這部分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那他們肯定也有看到台北市政府 在這一塊跟他們一起並肩作戰的努力 所以當今天看到我們在地的萬華區的立委 對於這一些事情可能完全有一些攻擊或抹滅的情形 當然我覺得會長他的心急跟焦慮可以看得出來 也就是說他很擔心說 一旦又要把中央跟地方產生一些對立 或者是一些我們講說攻擊或分化的話 會不會可能中央跟地方的力量又沒辦法集合在一起來 快速的協助我們環南市場的疫情的問題的解決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我們其實呢 昨天其實會長的一番發言 其實看在很多的民眾心裡都是心有戚戚言 畢竟我們其實一般的民眾 我們希望的是政治是來解決我們人民的問題 而不是政治是要去做族群的對立跟分化 尤其是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口水沒辦法對抗病毒 我們只有一起齊心合力 才可以對抗我們現在目前遇到的這個疫情的大關 但是我跟你講啦 如果他的CT值雖然是確診 但他的CT值大於30 坦白講齁 臨床實務上他感染機會不高 他就變成 因為過去常常有那個感染過以後 PCR怎麼做就是 就是還是正的 但是他的CT值很高 就30以上 看起來他的感染率也很低 所以這些應該算是感染後的 英文叫 SEQUIR 感染後的一些怎麼講 嘀嘀嘀嘀嘀嘀的那些Case 但是 臨床上的判斷他們的感染率應該是不高 那我補充一下齁 那因為接著 包括我們主委還有部長也還要再補充一下 那在這邊我想 因為過去幾個禮拜以來 其實我一直跟陳部長跟指揮中心都保持聯繫 希望可以盡快成立這個聯合指揮所 那今天可以看到終於進駐 我是覺得已經慢了啦 那慢的原因當然我想各界外面大家眼睛都很清楚 那導致慢的這段期間 我們的疫情是有下降還是繼續延燒 大家應該很清楚 那所以剛剛市長講的一些部分我不是很同意 很多其實是這個防疫嘗試 有一些人可能聽起來會覺得甚至是廢話 例如說一開始他剛剛講說這個 因為來往的人員複雜所以篩檢這個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篩檢啊 你現在不是PCR還是要篩檢 所以我不是要在這邊發脾氣或是什麼 但是這個對我們在地來講 有很多的這些工作 一個月前就可以做的 我現在才開始繼續做 我覺得真的會不會有 你從疫情到這段 你有聽我們中進駐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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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人就吐槽而已 會長 會議員這樣沒有 會長 會長 我幫你吐 會長 我們今天是中央跟 你有來發南市你幫我們關心一下嗎 有嗎 會長 你選舉一回來幾次 你現在疫情你會來發南幫我們關心 會長 大家 我想今天是 我們會配合 我才在聽你 我們今天是配合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陳松